是谢金燕姐姐 再度在演艺圈创出夹击 因为她的电影要上令了 四个姐姐加起来 都没有大姐可 你说你交女朋友啊 超杀眼神光是睁眼 瞬间打倒一票人 你没看错 这个霸气女神 就是姐姐谢金燕 睽睽27年再度登上大荧幕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女人是全世界最复杂的生物 你这个笨蛋就教育不了 单单配音都感觉得到 姐姐强大气场 谢金燕这回演出 改编情小说的电影 《有五个姐姐的我》 注定要单身了啊 还和鲜肉男星蔡凡希合作 就连牛逸儿都饰演她的妹妹 角色地位举足轻重 谢金燕就是姐姐嘛 然后对啊 所以就自然就是找到 谢金燕小姐 第一次跟她碰面的时候 她其实那个时候 我以为打个招呼而已 可是她就真的带了 一叠剧本来 她很认真 而且都有做笔记 但深居《五姐妹》首位的谢金燕 电影发布会却不见人影 荧光目前再度身影 这么重要的角色 没现身 导演帮忙打圆场说 可能人家再忙吧 第一次碰到她 其实有点害怕 对 但其实上门表演之后 发现她人很好 而且有一些肢体上的一些碰触 或一开始我都不敢 结果没想到 大姐也是 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刚好我是二姐 所以是她的 她的小喽喽的概念 所以我通常就是受她照顾最多 然后她也是常常会给我们抱抱啊 什么的 就是好棒啊 虽然大姐不在 但谢金燕爱照顾人的个性 还有教导后辈的金燕精神 获得一致好评 但拍摄心得为何 恐怕粉丝得关注姐姐的社群网站 才能多了解一点 三圈张主罗湘台报道 谢金燕从刚出道 在节目里头参加比赛 她是一个长腿姑娘 到变成电影天后 到变成时尚节 现在又要上大一幕 她每一次转弯 每一次变身 都令人惊艳 是啊 其实谢金燕是1989年 就阿关刚刚讲的 她参加华氏一个综艺节目 叫欢乐周母派 那当时呢 其实是一个长腿姐姐比赛 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 你看最近的谢金燕 这是时尚节了 而且去年她开始成为 时尚杂志的客座总编辑之后 过去台语电音天后 现在又转型成时尚天后 再加上最近她这个电影要上映 她这个电影里面 有五个姐姐 她是老大对不对 她跟这些青春偶像 一起拍电影 完全没有违和感 显然姐姐的转型 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刚刚连蔡凡希都说了 觉得这个姐姐的气势 是蛮强的 而且因为她这个电影男主角 有五个姐姐 其他四个姐姐都只有二十出头 那以谢金燕的年纪 跟他们一起演戏是 哇 完全逆龄的 那就让我们想到 其实谢金燕在演艺圈 她经历过三次的转型 你刚刚讲嘛 1989的美腿小姐 这个选美冠军 当时是华士的一个综艺节目 那这个美腿小姐 选美冠军之后呢 1991因为谢金燕出车祸 她休息了两年 来 第一次的这个转型 是因为她当时 1993的时候 谢金燕想要出国语专辑 那当时呢 她要出国语专辑 她的爸爸朱哥亮 还请出了大师 大师是谁呢 是刘家昌老师 为什么 因为谢金燕想出国语专辑 当然要请大师来帮她作曲 刘家昌第一眼看到谢金燕 这是她刚出道没多久的样子 而且她们当时 这个专辑已经完成了 叫《你真酷》 你知道这个专辑完成之后 所以这个时候 还是谢金燕想唱国语歌的时代 对 对 对 1993 你看多久了 那这个节目是在哪里呢 是朱哥亮的歌厅秀 我们听一段 好 好像还是唱台语歌 我们觉得比较够味 你知道当年 刘家昌老师就跟谢金燕讲说 你长得蛮漂亮的 但是我建议你唱台语歌 因为你去唱台语歌呢 竞争力比较没有那么强 因为当年这个国语市场 太竞争 太激烈 但谢金燕就说 不要 我要唱国语歌 因为国语歌市场比较大 他非常坚持 他就一定要唱国语歌 所以朱哥亮也请了 刘家昌帮忙 对不对 刘家昌就帮他做了这首《你真酷》 那阿关刚也觉得说 这个好像没有后来的电音厉害 对不对 但是他的《你真酷》 当年还是郭富城 一个小虎咖啡 各位记得吗 小虎咖啡电视广告的 这个广告音乐 那你在这个画面当中看到的 是连刘家昌都帮忙 要上朱哥亮的节目 去帮谢金燕宣传这个《你真酷》 两个大事还互亏 你知道吗 当年这个《你真酷》 大家没有什么印象 没关系 就是他第一次转型 之后大家会发现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没有成功 对不对 也没有太多的印象 但是大家放心 那谢金燕后来去哪里了 第二次转型来了 记不记得天下第一位 艺南旺 谢金燕都有演出 他其实早期也演过 电影跟电视剧 那艺南旺跟天下第一位呢 也奠定了谢金燕 在本土剧里面的地位 还不错啦 他很会演戏耶 他演本土剧 有 你都忘记了 有啦 但是他当时呢 演艺南旺的时候 同剧有另外一个演员 叫邱启文 他上当年的这个 麻辣天后宫就爆了一个料说 当时我们同剧的演员里面 谢金燕就联合了韩瑜 然后排挤我 我是指邱启文 大家很惊讶说 怎么会这样 那邱启文就形容说 谢金燕当时呢 就拿了一盒巧克力 大家也知道嘛 巧克力来了 拿到棚里面会说 你吃一颗 你吃一颗 邱启文说 这巧克力拿到他面前的时候呢 谢金燕转头就走了 但是大家都有 就我没有 就感觉是有点排挤 对不对 那这个新闻出去之后呢 谢金燕是蛮伤心 他说没有啦 我从头到尾 都没有请人家吃巧克力 没有这件事 那邱启文的解释是说 哎呀 这个因为是节目上的一个效果啦 不会影响 他跟谢金燕之间的姐妹情 但会不会影响我不知道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谢金燕又第二次转型了 因为一难忘之后 他好像也没有作品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厉害了 谢金燕在家那段时间 为什么 也是诸葛亮大哥出国深造嘛 他当然就比较减少演出机会 那当时他听了香港天后 郑秀文的《梅飞色舞》 他就 这个电音很了不起 他就把这个《梅飞色舞》呢 研发成他自己的歌 他的脸乌宫 跟嗶嗶嗶 有没有 来了 你就记得了 对不对 他的洗脑歌 所以他把郑秀文的 电音歌 然后翻唱成他自己的电音 好 这个是郑秀文版 对 对 然后他把它改成姐姐版 对 很厉害 很好听 然后他的歌里面呢 有广东话 有国语 有英语 其实也有闽南语 就形成了 有没有 好 我没听见 有没有 大家很熟悉的歌 嗶嗶嗶嗶 这应该是他创演艺颠宫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然后大家就在跨年演唱会上 就看到姐姐了 姐姐就来了 又脸乌公 又嗶嗶嗶 然后再来那个打气舞 有没有 辉煌的姐姐时代来了 好 我们来听一段 谢金燕早期的歌曲 今天 传统的歌曲 他说 我剔闷了 救命 我 我 也有 我 我 也 走 我 追 人情 他 我们在双手 有 你 你 贊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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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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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咱 賣吹的人 因為總有一天 哈嘴愛的人 我無情的人 哈夢 哈空 哈夢 夢 夢 輕輕鬆鬆 我將萬個多一個人 三苦情都有 也少有 我一萬回頭 你嘴你走 我一萬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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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想你一生的男孩 哈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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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唱台語歌夠味 官員有沒有發現姐姐的外型也不太一樣 沒關係 跟時尚姐不太一樣 所以那一次電影女王的轉型 是一個成功的轉型 而且姐姐 你就是要永遠的變變變 粉絲永遠會追隨你